老鼠头还是鸭脖 咋回事呢 最近一个叫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校的学校 火辣 一个学生在吃饭的时候 吃出了一个类似于这个老鼠头的东西 然后就发到了网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说你一看看 是吧 这个学校的饭菜不卫生 然后最终学校说这个其实不是老鼠头 这个是鸭脖 对不对 最终说就送去化验 化验出来也是鸭脖 但是很多网友不买账了 网友们就说你看看这个东西 这就是直属为鸭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争议也很大 如果最终定性了 它是个鸭脖 那它就是个鸭脖 因为有的时候 你这个照片 你不是很能看明白 因为这个照片 有时候你看 其实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东西 看着很像某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它不是 由于角度 光线 这个东西 看起来有时候 会给人产生一些误解 而且我听说设事的学生都已经道歉了 有朋友可能会问我 那你就说吧 你认为是什么 我就含着那句话 以官方报道的为准 因为这个事我实在无法完全做到跟学生们感同身受 首先我不是学生 其次我也永远不可能再吃大锅饭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只能告诉你 我不吃这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它是个鸭脖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个人觉得 由于这个事情出的太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 其实杜绝这种流言蜚语最好的方法 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什么呢 就校领导最好还是跟学生们在一个食堂吃同一锅饭 你知道吧 这个我不由得想起以前我在美国学校的一个经历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学校这个学生餐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太好 我们在美国学校的时候 校长老师跟我们吃的都是同一口大锅饭里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虽然说每个人的盘子是分开的 但是每个人的这个食物是一起的 我就有一次 我记得我在我们校长后面打饭 我才知道原来校长吃的东西跟我们一样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就这个事你要杜绝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把校领导吃的 或者是这些学校的这些老师们吃的 跟学生们吃的 一样他不就得了吗 还有我朋友说 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它就是这些东西 不是那些东西的 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说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担心 我觉得个人觉得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是个好事 证明大家在保护自己健康方面的这个地方 意识在提高 对不对 其实说到这个职业技术学校 我以前也在河南某职业技术学校吃过饭 去那干啥我就不说了 反正是朋友带着到那个学校吃过饭 我跟你们讲 人家职业技术学校那个饭堂 虽然说要花钱的 但那个确实是不错 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 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 其实没多少年前 那么大一盘 这么大一盘 大盘机 这么大一盘 你们值得卖多少钱吗 我说来吓死你们 19块5带面 是吧 就是小份的 小份的 说错了 大份的 这么大一份 23块5带面 当时我就想了 这么一大只大盘机 23块5带面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东西它有钻头吗 我也不知道 虽然说我明白 其实可能这些学校的饭堂 其实他们是有补贴的 所以说它才能卖这么便宜 但是我当时还是在想 就是它这么卖不亏吗 所以说 看完以后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所以说从此以后 我就没有再去这个类似的学校吃过饭了 一般来说 确实是 这个相对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吃大锅饭的一个人 我是有悠久的吃大锅饭的传统的 为什么呢 我从三年级开始住校 从三年级呢 我一直吃到了初二 基本上都是吃大锅饭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大锅饭还好 因为学校去采购呢 基本上就是从附近的菜市场去采购 或者从附近的这个商超去采购 就是你都能看到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很多朋友 我知道我说到这 很多朋友说你又洗 我没洗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没有压缚 也很正常 对不对 当天不是有菜单吗 你把你菜单 看看当天的那个菜单里 有没有压缚 他不就知道了吗 对不对 很多朋友说 那如果没压缚 你怎么说 没压缚也有可能啊 是钱一顿剩的 或者是谁买了一份压缚 然后最终呢 可能是学校也想给 这个学生添点荤刑 你知道吧 然后就把这个压缚给混进去了 我们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吗 对不对 我在我们家做饭 就经常我就是这样啊 比如说我明明是在炒一道黄瓜 这是白天啊 我炒剩下来的 我也没吃完 然后呢 这有一个火腿肠 我就把这个火腿肠放到黄瓜里了 你不能说这个火腿肠里有黄瓜 它就不是一个炒黄瓜呀 对吧 这是我的认为啊 这是我的认为啊 我是这么觉得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事呢 我也没法说 我只能说大家以后吧 就是 就是 人吧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肯定要面临着各种的食品添加剂呀 各种的 这个食品方面的安全 这都很正常啊 这个也不重要 但是大家要记得就是说 食品方面的东西 我今天专门请教我一个朋友 他说你不要深究 没有意义 知道吧 比如说一块三文鱼 大家都知道三文鱼卖的很贵 很好 你割一小块 你到显微镜下一看 你放大什么200倍 你就不想吃了 比如说弄一块冰糕 你放大200倍 你也不想吃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 不能用微观的角度去看 你知道吧 比如说有一个 著名的说法嘛 叫一个 把美女的脸放大1000倍 那你当你看清了美女脸上的每一个 就不用放大1000倍 放大80倍 你看到美女脸上的每一个毛孔的时候 你就想吐了 你明白吧 所以说微观这个东西啊 是很可怕的 有那么一句话 是吧 我国著名诗人郑晚桥曾经说过 叫难得糊涂啊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就是糊糊涂涂的就过了 经常呢 我就是说 你像我记得有一年就是 我跟我们家一个做医生的长辈 在聊这个现在的事 就是说谁谁家又生孩子了 就说你看这个孕检呀 哪个指标又高了 又怎么怎么样 我们聊的时候啊 我们家的那个长辈就在说 其实啊 现代人过去人不一样 过去人呢 他没有那么多检测手段 没有那么多事儿 很多事情呢 马马虎虎也就过了 你知道吧 你马马虎虎也是一辈子 你看咱爷爷奶奶也都活八九十 活七八十 对吧 但是呢 你要深究 你这个东西就很容易 就让你自己心里产生忌格 对吧 你说我以前坐过那么多次飞机 是吧 我都没事啊 但是上一次啊 从台北飞北京那一段 就把我吓破胆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次遇到的事情 太吓人了嘛 对不对 而且是不是空姐说话 是机长说话 紧急拉升 又紧急下降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还是一招被蛇养 十年怕警生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你要打消学生疑虑 最好的方法啊 就是这个 这个学校领导啊 您就是 坐在那儿 跟学生一起吃饭 当然了 如果能把送茧的 这一块再热一下 自己吃一口 那就更好了 这就更有说服力 对不对 就像我去 这个俄亥俄州的时候 大家经常说 你这个水喝一口嘛 对不对 虽然说我用当地的 那个水做的饭 吃了一顿饭 那么大家不买账 我觉得嘛 对吧 连我都有这种觉悟 这个校领导啊 我说的是 可以吃一口 对吧 吃一口 既然是鸭脖 那既然是块 这个有毛的鸭脖 那把这个毛拔了干净 就可以吃了嘛 对不对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是一个很 很那个什么的事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理解 我个人是愿意相信 它是一块鸭脖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吧 就小事小事 它就是一个吃饭嘛 对不对 学生不满意了 经常闹个事 说了一句话 发到网上 这以前大家住过校都知道 这几乎是每个月 都会发生的事 哪个学生觉得 这一顿饭做的不好 我要跟你吵 我们那时候 这种这种事多了 还有学生觉得 这个饭做的不好 我就哭着给家长打电话 学校的饭不好吃啊 当时我就 跟我那同学说 这公报鸡丁还不好吃啊 你就是好日子过惯了 你知不知道啊 这个公报鸡丁 包括这回锅肉 这是我最爱吃的啊 包括这个土豆烧牛肉 谁要说这东西不好吃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朋友 在那锅里头 吃出来了一个钢刷 就是就是那钢刷的 那个钢芽 就那一点 其实我很能理解 因为大锅饭的时候 我们都去搬过厨嘛 那么一大锅东西 然后那么多的那个器具 你很容易就是弄不好 掉一两个渣 也很正常 你知道吧 毕竟是你要知道 后厨的人 人家你何必难为人家呢 人家做这个活儿有的时候 他从心大意的 批评批评就是了 没有必要 是吧 深究 对不对 朋友们 反正我就是觉得啊 就是你要是如果觉得 这个东西不好吃 你努力学习 将来走上社会以后 对吧 咱天天去吃啊 这个有机视频 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事情了吗 咱全套都自己买啊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啊 我就是单纯单是说说 我自己的看法 消解这个东西最好的方式 还是校领导亲自带头 坐在那儿跟学生一起吃饭 这不就把留言消灭于无形当中吗 但是你们不能自己带饭啊 你也得跟学生同一锅里舀饭吃 是吧 每天一起吃 或者把您孩子带来每天一起吃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很容易解决啊 是吧 那行吧 那这一期做到这儿啊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